是你们安下能力强 用不着道歇 陈总客气了 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服务员上酒 顾总 我后面还有点事情 你们喝 我先走了 陈总 这都是顾总的一点心意嘛 来来来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你误会了 我跟陈总没什么的 没什么 没什么还跟他去喝酒 那都是因为项目 够了 没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给你喝酒 没什么事 你会有时间 我会有时间 没什么事 你怎么会 你不就会 我会有时间 你不会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她还在就好 著名美女钢琴家白云闪亮回国 这照片拍得还挺好看的 年纪轻轻又有颜值还有能力 真是人生赢家啊 周六还要大家来加班 来吃点东西吧 谢谢小秘书 谢谢 小秘书 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生病啊 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 剩下的工作我们来就行 我跟你们一块儿做 争取大家早点回家 给 谷总 真是羡慕你啊 有这么漂亮又贴心的女秘书 公司的爱人 这样一板一眼的女人 也只有在工作上有点拥抱 好 不错 你喝多了 少费喝啊 敢吃药 无聊 自从四年前你出了那场车祸 不仅丢失一点记忆 还得了那个什么叫 双向情感障碍症 一会儿狂躁一会儿抑郁的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整个失控的机器 现在怎么样 还在吃药吗 吃着呢 本医生说我好多了 昨天还说乔秘书没用 我看人家把你照顾得很好嘛 周瑞 你们恋爱也谈了三年了吧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藏着 不准备公开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公开 别怪兄弟没提醒你 你要是这么一直藏着掖着 这乔劲啊 早晚跟别人跑了 你放心 他不会跑的 很苦味啊 是我孤陋寡闻了 还是说 瞧秘书你越界了 辛苦了 东西交给我吧 顾总的东西不能交给外人 不好意思啊 白小姐 我是顾易的未婚妻 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白小姐知不知道 我不只是她的秘书 还是她女朋友 喜欢顾易 追求顾易的人很多 没想到白小姐也是其中一个 你算什么东西你放开我 白小姐 我的容忍只对顾易有效 至于其他人 我没这么好的脾气 白小姐记住了 好了 瞧镜